大家好 本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天线阵子的调节长度 以及什么时候它需要加杆或加电容帽 这些操作的一个基本原理介绍 首先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偶极天线 它的单根阵子是约四分之一波长 还是垂直地往天线 它的正子也是约四分之一波长 那根据传输线理论在这个四分之一波长的时候 它的这个是效率最高的 那我们简单的了解这个一个结论就行了 因为我们是要如何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通信以及天线的架设 同时我们这里会提到大家看到这张图 它这个偶极天线 这两张图都是在天线阵子长度一定 但是出细不一定的情况下不相同的情况下测量的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细的和出的区别就是细的它的阻抗 它的范围是两到一万欧 而这个粗的两到五千欧 也就是说我们天线阵子 不要选过于选过于细的阵子的材料 那样的话会影响它的这个阻抗 这个偶极天线的这张图 我们看下一张图是垂直地往天线的这张图 它的这个我们看的话 其实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拿这张图来介绍 就是说 比如说当前 这个是大概4.6兆的样子 4.7兆的样子吧 比如说这样一根特定长度的阵子 它是斜阵在4.7兆的话 那如果我们要这根阵子用在4兆波段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长度不够长 不足以4兆的四分之一 因为我们知道频率也低 它的波长也长 那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 用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这个天线就不是存组 的这个状态了 它的阻抗当中会有这个成容性 我们首先说一下 就是一般的这种图 其实它是讲的这个 一个辅数的数学问题 就是说天线的 也不是说天线嘛 就是系统当中的这种阻抗 一般如果用辅数表示就是 十步就是前面是一个电阻值 后面可能是正负 也可能是负的一个值的负数 虚步 那如果这个虚步是负数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作容性 如果是正的话就是称感性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阵子 如果短一 某个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的话 它就会称容性 相反就会称感性 那这样一根天线 就不是恰好协定在这个频率的 我们要使用的某些频率 那我们知道 那这样一个前提之后 我们看 5G天线也是这样的 本来它是协定在4点 这个像4.8兆的样子 如果用在4兆 它的长度就不足了 这样的话就会称容性 好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 由于我们在某些架设天线的时候 对于有条件有位置还好 可以加全尺寸的天线 或者是就是不会进行压缩长度的一个天线 这样按照四分之一波长左右来进行布置的话 来进行 然后再细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张图 这是一个军用背负电台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相信大家很多在电视电影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造型 因为比如说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某些条件不能架设 四分之一波长的这个天线长度的阵子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缩短这个阵子 那么如何才能缩短这个阵子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要用在7兆这样一个频率的话 我们的阵子大概是需要这个它是波长是约40米 那四分之一波长大概10米左右的样子 那我们不可能用个10米的天线背在这里 那那样太不方便了对吧 所以呢我们就会在某些要求下就要缩短这个阵子的长度 但是缩短的长度我们知道 一旦缩短的长度这个斜阵都斜阵不到你需要的目标频率上面 就会带来感性荣幸甚至会特别大的这个影响这个发射 甚至根本无法发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方法 就是给这个天线加载 一般的我们就有两种方法 加载就是加杆或者加容 加杆这个词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 所谓的加杆天线 我们看到左边的这张图就是一个 中部它进行了一个加了一个电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缩短阵子 同时呢 我们知道这种背富式电台的天线尺寸会更短 大概就一米一两米的样子吧 那这样的话 也许仅仅加杆是不足的 那上面又会多一个东西 这样像一个帽子一样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电容帽 它有可能是这种浮条型的 也有可能是一个圆盘型的 都有可能 但是它的原理呢 就类似于给天线加了一个帽子 那我们这两种方法 为什么能够让天线斜针到目标频率上面去 比如说我们想把五米的天线阵子 用在七兆上面 那么它距离十米左右还是差一点 差很多距离的对吧 好 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公式 频率是等于这样一个公式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定阵子 特定天线阵子的这样的一个 长度已定了 我们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忘记讲了 就是天线的本质 其实它就是由 IRC 避免 写整 电路给演化来的 它把这个 两头给拉开 就相当于把 电容 的两极给拉开了 就是 张开的无限大的感觉 最后 最后就拉直了 甚至把电感也拉平了 这样的话就看起来就是一根 导体 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 RC 并联写整电路 它的公式是这样的 就是频率F等于2π 根号下 LC 1 好 那我们 比如说目前 一根 天线阵子 它是斜正在 某一频率的 比如说 我们刚才举的 例子 5米的天线 它可能 斜正在 这个 大概是多少兆 它如果按四分之一算的话 就是斜正在 20米波段 那距离10米波段 我们要用到 不是10米波段 说错了 就是比如说 我们要把 5米阵子 比如说斜正在 14兆的这样一个阵子 用在7兆上面 那么 我们这个频率 就 降低了 有14兆 降为这个 7兆 那我们 要想 这个频率 降低的话 那么 我们这个 分号 底下的这一 坨 柿子 就需要变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柿子 要么将 电杆变大 要么将 电容变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加杆 加杆 比如在中间 加上 加杆线圈 这样的话 会变大 但是有时候 电感可能 也不可能说 无限的来增大 它可能会影响 其他的一些参数 那么 我们呢 就可以 加 C 这个电容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其实这个两端就相当于 这个电容的两个基板 由这个C2打开的两个基板 那我们把这个 上面 加上这个 电容帽 就是 本质上 就是增大了这个电容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加杆和加电容帽的一个原理 它的主要目的是 缩短天线正值的尺寸 来达到目标协诊频率 但是呢 这样的毕竟 会牺牲的这个效率 但是在抹血情况下 也是 没办法而为之 如果 牺牲的部分效率之后 也是能满足 生产许 生产等方面的需要的话 也是 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样的一个问题 顺便我们还提一下 这个加杆 的位置的问题 我们知道 加杆是相当于在天线正值上 创一个电杆的意思 但是这个电杆的位置 也是很重要的 一般的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这个加杆的这个线圈 是在底部的 因为非常方便 它距离我们安装的地方 非常近的 所以说方便的来加杆 但是呢 从效果的角度来讲 当这个 加杆的部分 往上移动的时候 它的效率 会增加 而且 会优化它的这个阻抗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 把这个电杆 也不叫电杆吧 加杆部分 给放到中间 中上部分 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勉强加杆在底 加杆在底部 也是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吧 但是这样又有个问题 可以产生 其实加杆在底部 不一定你加杆的部分 全部 用来 就是让天线正子 来进行一个加杆 其实它 它相当于串联在你的这个 天线正子和后续的结构当中 它甚至有部分 仅仅是参与了调写作用 就是类似于 我们可以看 类似于这样一个 如果左边是正子的话 你这个电杆加在这里的话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 起了匹配阻抗的作用 并不是 直接作为这个正子的一部分 而我们 把这个 加杆部分放在 中上部分的话 它会更高效率的 让这个天线正子 斜正道 斜正道目标频率 同时也能够 起到一定的辐射作用 而不是放在底部 甚至起了匹配作用 同时 还有一种办法 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这种线性正子 就是一条导线 作为正子的话 一种做法就是 从上至下 一直绕着圈 下来到底部 看起来整条天线 就是一根线圈 就是一个电杆的意思 那这样也是一种 加杆操作 总之它的目的就是 缩短这个天线正子的尺寸 来达到生产生活需要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